唱上歌 这是什么样的环境 唱歌竟然容易跑掉 这就是最洋了 高山流水远离喧嚣 怎样如临仙剂 烟雾学舌是怎么回事 瑶族婚嫁又有什么令人叫绝的秘密 美丽中国乡村行走进贺州之休闲之旅 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美丽中国行生态乡村游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播出美丽中国乡村行走进贺州系列节目 昨天我们带您游览了黄瑶古镇 今天我们将带您游览贺州美丽的山水 贺州森林覆盖率72% 风光秀丽环境优美 非常适合亲历一场远离喧嚣的休闲之旅 等什么呢 马上开始我们的今天的旅程吧 乡村名片 美丽中国乡村行这一站 我们将亲近贺州的山水 贺州境内有姑婆山 十八水原生态景区 秀水壮业村 紫云仙境等一大批景区 生态贺州喧嚣尘外 我们的休闲之旅就从姑婆山开始 大家好 我是小时 美丽中国乡村行的这一站 我们就走进了广西贺州 我们请到了著名青年歌唱家 颜当当来做我们的乡村体验员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颜当当 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 姑婆山 我是头一次来 感觉到了吗 空气特别的清 对我们唱歌人来说气息也足了 一说到这个气啊 我现在是非常空啊 好想来那么凉嗓 来吧 唱上歌类 这边唱来那边歌 哎呀 我在他们对面前真的是卖弄了一声 没有没有 我跟你说 你看唱的音不太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刚才说了是天然的氧巴 气息太足了 氧气太足 这就是最氧了 对对对对 哎 说那么多我想进去看了 快进去看看 鹤州地处香港广州桂林黄金旅游县的中间站上 姑婆山被称为华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森林氧巴 从面积十多万亩 风高古深森林繁茂 即雄旗秀幽于一体 空气抚养离子含量最高处达美丽方厘米6.5万个 是夕阳洗肺生态休闲的好去处 我们的美丽乡 我们的美丽乡村体验员当当的人群很旺 这不当时在路上就被热情的粉丝认出来了 哦哦小生年长 那好吧好吧我先听唱几句啊 既然认出来那就一掌歌喉吧 说起你 爱而不让 飘月是令花朗 说起你 爱而不让 雨里千年连长 哈喽 沉醉在孤佛圣的美景之中 当当小时一点都不觉得登山泪 没想到这个空气清晰啊 还踏这么久还不累 一点都不喘 这边好像围了很多人 哇 这边有好多美女在弹琴 哇 天生 我觉得看到这种美景 还有美女在弹鼓中 我觉得好像人间仙境一样 我们的心很一样 我们的手也很一样 哎 姑娘 我能试一下吗 好好好 谢谢 好合话了 我先来要不然 那好吧你先吧 我先献个丑啊 好 你预备啊 来一个高山流水的 看这风景 这高山流水嘛 太高点了 好 没问题 预备 开始 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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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 你这高山流水还是笑傲江湖 没办法 确实不会弹 我觉得我比你弹一点点 我试一下下 你这回弹的是真的高山流水 是吗 哎呀 我会这样 我也就比你会这么一点点 还是让美女来弹 这家图情 在这儿我发现 在这种场景下 谈这种古证 吸引了很多游客 而且还有圣案号者 住足在这儿 我觉得在这儿感受到了一种 人与自然的佛邪 对对的一种先进的感觉 瀑布很美 人很美 情深很美 让我们陶醉在这儿媒体当中 对 这样的演出 在双修日和旅游旺期都会有 高山流水秘影之音 在这样的优雅环境之中 欣赏绝壁瀑布 体验孤佛山的神奇与造化 真是让人心旷神意 方圆八十公里的孤佛山 有奔马瀑布 仙姑瀑布等众多瀑布 千姿百态令人撑起 孤佛山的声音覆盖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三 古树老藤 怪石瀑布 汇救了孤佛山自然天成的绝妙风子 孤佛山的围景让人陶醉 师父 美丽乡村体验圆当当和小时 又发现了新的惊喜 师父 您见过烟雾雪蛇吗 哎 这里就有 哎呦 这掃门还挺大的 小兰 你长得很特亮 好 你好 你打个招呼吧 你打个招呼 你打个招呼 你好 你好吗 你好 我看着这个 我们人类的笑声 怎么样 笑笑一个 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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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笑 还是说别人吗 这是学的是脚帽 小时 只有小英雯也是多彩多艺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母鸡生蛋的叫声 你让它来一个快快快 你听一下啊 这是猫渣咬 来 去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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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访人说话 是人们对烟雾最为钟爱的技能 虽然是条件反射和机械模仿 但是 它们的口技 在鸟类中 的确是十分超群的 哎 好 好 嗨 嗨 嗨 你看 这只烟雾还会嗑瓜子 你给的瓜子 善待它 它还会亲你 真的是很聪明 我已经摸一下 来 给你了 还有我 你看它 你看它 很会吃这个瓜子 真的是渴 把里面的人都吃了 你要听话 来 一 二 一 一 一 真乖 很快 我们这儿的游客 都可以跟它 英雅新距离的接触 什么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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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说咱是不可多得的鸟类表演艺术家 哎呀 这话说的多到位啊 为了能对得起这个称号啊 咱们就马上 哎呀 在美丽江村体验园面前露一小手 看看咱表演才能 看看咱是不是真的天资聪颖 哎 咱有基本生活技能呢 比如说骑自行车 你呢 我目前只会耍嘴皮子 我懂的东西还不少呢 保护环境仍然有责哦 东国山景区除了山水美景 鹦鹉猴子等动物表演 是景区的一大亮点 在这里游客可以免费和动物互动 体验人与动物和其相处的惬意 是游客们放松身心 假日休闲的旅想场所 很好玩 体验一下这个乡村生活 就是说这一百多块钱 不知道经常来玩玩 还可以放松一下心情 旅游小天市 姑婆山距离鹤州市区21公里 除了众多的瀑布群 仙窟庙 情人林等也值得一去 电视剧外景地景秀村 方家茶园 会让人流连忘返 夏天可以体验激情漂流等娱乐项目 门票价格一百二十五元 从姑婆山出来 我们美丽中国乡村行设置组 前往鹤州市十八水原生才景区 景区内有飞铺石道水湾十八处 故名十八水 那这里有多少惊奇和美景 等待着当当个小时呢 这波他们刚到那儿 就听到了瑶祖导游的银客歌 其实真正好听的还在后面呢 在十八水的相思湖上范州 游客还可以欣赏到 瑶祖美丽的姑娘演唱的歌曲 这种活动在旅游旺季 每天都会上演 例如她说姚歌 �歌 韩武歌有点像那个大歌 啥歌 韩服的皮弥퓤的歌唱 好玩的 你是后来说韩� comercial 你能不能教我们唱几句吗 可以啊 穿南妈 什么词我不会 十八水井区原始森林覆盖率达92.3% 以飞铺 碧盘 掏声 水雾 四绝 入中国一流水井前列 若差近300米 最宽处60米的实际碟水瀑布群 犹如群龙天降 是广西落差最大的碟水瀑布群 被评为魅力广西自驾游最佳目的地 由岭南久债勾至美誉 游客欣赏完美景 还可以凭门票免费放生景区提供的鱼 和环保来自亲密接触 那我们放了身了 祝愿大家呢都能够年年有余 步步高山 一块生 走出景区之前 可以欣赏瑶族取亲等瑶族风情的表演活动 这是景区常设的和游客免费互动的项目之一 目的是让游客真正把欢乐带回家 男大当分女大当家 现在需要现场的一位男同胞跟来配合 所以完成这个节目 来 我们羊妹 表足取亲表演项目 是让游客共同参与的一个娱乐旅游项目 女方会通过抛锈球的方式 选择两个男人登台 配合表演当新郎 两个男人要通过PK的方式 盛者参与欢架表演当上新郎官 当时新郎官这样的美事 在旅途当中也能遇到 那游客心里肯定美得很喽 姚族取亲是土姚族最有名的表演项目之一 据当地老乡说 土姚族目前在全世界也只有四千人 仅仅贺州市就有两千八百多人 乃哥你之前参加过这个婚礼吗 没参加过 这种婚礼也没见过是吗 没见过 觉得好奇吗 蛮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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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好啊 现在生活好 现在最后好了 对吧 这个 这主子对你美好的愿望 就是说结了婚之后 希望你这裤子一年一年 种起来 不要太长 不要太长 我们开始婚礼吧 好 说从奇能快给您好 意思呢 是成功成功的快快乐 快乐给您了 好 对了 所以就加快乐嘛 就快快乐 快快乐 对了 来 我们一半 新章 来 新章 来 来 这新章罐裤子怎么掉了 不要太着急 好家伙 新章罐裤子都掉了 三回了 来 新章罐 又掉了 没知 三回是这裤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 新章罐怎么总掉裤子呢 现在我们糖拜过了 香水剪输过了 新章罐想律动法 想不想 没有啊 这里吧 想 要是想的话 我就是有 想 想 快乐 来 来 新章 三千块 好 总掉裤子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里面有什么秘密吗 这叫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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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后你要疼我 你还得听我的 对了 现在不是几十 现在很流行 能够踢管人 是吧 我们姚家 就是这样 几十以来 就是这样 可能别人 都是跟我们姚家 起来的 哎呦 我发现这新娘 真是特别灵 屁股一顶 这就掉了 小石一小事 我试一下 我看我能不能给他顶 好 你去试试看 小石也体验了一把 看看 这新章罐的裤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刚才是 记得还挺死的 是一个紫泡 好 怎样 先转是吧 好 转圈 一圈 小石你用点劲 没点劲啊 有什么感觉吗 没感觉 没感觉啊 没有发现什么 悬念机关吗 感觉这大哥挺厚实的 挺不动的 注意看 其实我注意看到了 在你顶她的时候 其实那个姑娘最重要 她是关键人物 她最厚的时候 就是这位姑娘 对对 这位姑娘 手刚开始的时候 她一直就是 转着 在后面一直 一直拿手 转着这个边 但是我看她记得是死扣啊 是 当她 当你顶她的时候 就女孩 那个姑娘顶她的时候 这女孩就会把这个放松一点 第一次没完全掉 第二次再转圈的时候 再顶再掉 所以第二圈 啪就全掉下来 实际上就是为了 让我们游客可以体验 让我们游客更开心 对对对 旅游小提示 十八水景区 距离贺州市区 十九公里 水景以大佛瀑布 黄绸瀑布等为主体 石景以玉书神石 一品石为精品 树景以龙凤城墙 状元林为代表 门票价格八十六元 美丽中国行 深海乡村游 我们继续出发 刚才我们欣赏了 贺州姑婆山河十八水的美景 还看了这些景区鹦鹉表演 还有瑶族取亲等 令人捧腹的旅游表演项目 这一趟的贺州可真是不白来 让人大饱眼福 明天我们将会看到的 是贺州的神奇之旅 究竟有多神奇呢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您还可以通过 央视网三农台 获取更多的农业节目信息 中国美在乡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贺州的石头真神奇 泥塑山都是汉白玉 一个洞如若紫云仙境 据说是一百年才涨一零 贺州的人真神奇 做刀轿过刀桥 上刀山 从容淡定 谈笑丰盛 美丽中国乡村行走进 贺州之神奇之旅 敬请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